以色列对加萨走廊加大空袭力道 地面部队连夜发动有限攻击行动 重点锁定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集结地点 以及军事基地等据点 我们希望能够接下来 我们能够接下来 我们能够接下来 这些东西的东西 这些东西不够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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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够接下来 我们能够接下来 攻势不断的乙军宣称 是为了下一阶段的地面战做好准备 国防部长格朗特放话说 已经准备好陆海空的行动 建筑物遭摧毁 浓烟不断冒出 以色列持续对加萨发动攻势 空袭轰炸加萨走廊的数百个目标 哈马斯指控乙军造成了 近日冲突以来最血腥的夜晚 因为乙军24小时不间断的空袭 导致加萨有400名巴勒斯坦人丧命 手中抱着被白布包裹着的 孩童尸体 徒步前往葬礼 这些孩童在乙军的空袭当中 不幸罹难 幼小的生命成了战争中的 无辜牺牲者 家属诉说心中的悲伤 沉痛的呐喊出自身的处境 尾巴冲突持续下 人伦悲剧不断上演 民众成了战火下的受害者 静新闻林自立周成为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静好新闻 静新闻